农林榆木叶普查作业将从4月1号到5月31号来进行 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相关流程 农林榆木叶普查所16号这天是正式在台中市各区公所来挂牌上路 由于这是台中县市合并之后首度完整调查相关作业 公所呼吁民众配合办理这项普查工作以掌握正确数据 作为政府未来的规划一句 请接牌 众人接牌大理区农林榆木叶普查所正式成立 配合行政院推动农业生产力4.0政策 同时即日前成立农林榆木叶普查处 各区在16号这一天同步成立了普查所 要推动相关的作业 总共访查的户数大概是3300户 那动用我们大理区公所大概有50位普查员来做一个调查 那这个期间我想我们同仁会相当的努力 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受访的农林榆木的业者 我们普查员不会泄露个人的资料给任何人 那另外就是我们普查员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 那另外我们普查员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者是存责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步 那么两会的部分就是我们普查员一定会配戴普查的一个证件 那另外普查员会亲自递送我们受访者的这些普查单 由于这是台中县市合并之后首度完整调查 相关的资料数据将作为是否推动新武农政策 食安回缩员管理 农业灾害不住等政策参考依据 而区公所人员也会坚守三步二会原则 请民众多加配合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